这是我见过最狠的女人 只见她抓起一把子弹 随后在四名囚犯的注视下 将他们全部丢在火炉上轰口 接着便一脸坏笑地离开牢房 这次想好了 记得叫我 不过要大声一点哦 不然 我听不到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火炉上的子弹被烧得通红 而四位青龙会堂主则被吓得大汗之冒 很快 他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烧红的子弹开始随机射击 运气好的只打中大腿手臂 运气被的则被子弹一击毙 而他们的心理防线 也如同楼一般被瞬间击垮 唯一能做的就是呼喊求饶 你再说一遍 大人 饶命啊 饶命啊 而达到目的的福亚 也是顺利接管了整个青龙会 自此城内的治安大幅度减少 而多余的伪军部队 则被派去监视青龙山的土匪 可这一幕 却刚好被下山的春江豪所看见 如果能把这个据点连根端掉 那后三个月的补给就有着落了 那还琢磨啥呀 这肉都送嘴边上来 干 队长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决定先去周围踩下地 可走到半路的马三炮 却突发奇想地要和龙千炎打斗 表示谁能猜中据点的日伪军人数 谁就无条件地伺候对方一个月 一个鬼吗 12个二鬼 鬼子四个 二鬼子十个 不变了啊 不变了 随后 二人变合谋对据点的日伪军下手 龙千炎让马三炮再及时买了一块牛肉 而他自己则准备了两样好东西 这个叫千牛子 这个叫八豆 这两样东西合在一块给人吃了 接下来就看如何让日伪军吃下 然而这点小事根本难不倒马三炮 咱们唱一出志趣深成岗 随后 马三炮便假扮成麦藏的商贩 接着便在据点外面大声吆喝起来 可没想到伪军却根本不上头 并且催赖他赶快离开这里 好在马三炮做了后手准备 只见假扮商人的龙千炎迎面走了 早怎么办啊 就练习了 你要不就都包园了吧 而门口的伪军也是非常心动 但谨慎的队长却觉得这里面影诈 为了将戏演得更加逼真 龙千炎便大口地吃了钱 而看到这一幕的伪军 也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于是立马把马三炮叫到跟前 打算把这些枣子全部买下 可当伪军翻看篮子的时候 却无意发现一坨上好的牛肉 马三炮敢忙解释不是自己要吃 而是拿回去孝敬家里老人 可伪军却根本不听这么听 不知情的伪军高兴不已 殊不知却正中马三炮的笑 为了能让兄弟们都尝上一口 队长便把牛肉做成了一波鲜汤 可没想到闻到香味的鬼子却走了过来 并且二话不说直接装走一大碗牛肉 敢怒不敢言的伪军也只能眼巴巴地看 好在还有一波汤可以尝尝味道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暗处的马三炮和龙千炎便走向军 不费吹灰之力就绑了所有的伪军 随后二人便开始赎起了人头 结果是十头伪军外加一头鬼子 虽然二人没有分出胜负 但却缴获了大量的弹药补给 直到次日清晨 得知消息的北原决定派遣狙击小队 埋伏在新龙山附近进行狙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